还是男也无奈 他是渔霸 今年五月爱女走在斑马县 被汽车撞上身亡 走上凯道 怀怒愚民游行 却被攻击 蓝的虽然自己选的政府 绿的则抹成 一定是国民党的人 我抗压得住 但是我希望他们 还是要留点口德 因为像 婉婉与委员 他跟我这件事 没有扯不上任何关系 怒斥领教侧意的厉害 PTT上也有网友讨论 说107年换民进党执政 结果盗案资讯 死亡人数一路攀升 就是要拆弹 赖清德宣布亲自参加游行 脸书第一句先提到 红灯停绿灯行 被酸讲废话 如今青绿粉砖翻出席志报道 男子投帝低 因为他们持球棒 为欧的就是当时担任 立委的赖清德 其因是赖清德 2004年在自家门口 纠正三名男子 逆向行驶 才遭对方率人殴打 七绿粉砖称赖清德 一场道安游行 战场越破越大 TVBS的红富华 孤首昌里作恒台北台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